第146集 话一出口,后面说起来就容易了,顾廷叶自嘲道 我在外头胡闹,老爷子知道后来训斥,我就对他冷笑 还说,没有我娘那笔银子,你这爵位还不定保不保得住呢 这全府都是靠着我娘才能风光至今,摆什么臭架子 老爷子气倒了,全家人都骂我不笑 不过,我气老爷子也不止这一回 明兰揉着他粗硬浓密的头发,一言不发 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成 顾廷叶静静陈述着 他把头靠在明兰的胸口,温暖柔软的感觉 三日三夜,我不敢合眼 累死了六匹骏吗?还是没敢上 他的语气很淡,明兰却觉着一阵伤痛 人类的感情可能是这个世上最复杂的东西 但其无逻辑性,是以再精密的仪器都很难测算 顾老侯爷也许并不爱白事 但他对这个次子却是有歉疚的 可是前有大清世的情分,后有家族的体面名声 他无法做任何明面上的补偿 明兰不是心理专业的,也不知说什么好 只能柔声开解道 宫爹过世这些年了,回也没机会给他今晚茶 你不如说些他的事与我听听 顾亭夜目光茫然了一下,过了半晌,才到 鹅毛大雪的清晨,我大概七八岁吧 冻得直哆嗦,真想回被窝去暖城 可老爷子还不依不着的 我挥着白蜡枪杆,心里直骂娘 雪很大,速速落下来 积在老爷子头上,眉毛上,肩膀上 他半个身子都白了 还是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超市 他说 你和你兄弟们不一样 你得靠自己 昏黄烛火下 他俊挺的面旁,泛起一种奇特的怅然 明兰还是只能叹气 两人坐了一会儿 明兰觉得有些犯困 正考虑是否让他一个人静静时 顾亭夜忽然轻笑起来 一是寂静中,这笑声颇有些渗人 他脸上出现一种狠厉的神情 轻笑变成了冷笑 凭什么 他转头看着明兰 满脸巨是鸡翘冷峻 凭什么我就得刀头填写去挣日子 性贤的生出来 就比我尖贵 就可以舒舒服服窝在爵位上等祖印 满门顾家人 都是靠着白家的银子才能体面至金 凭什么我凡得夹着尾巴做人 如丧家犬般流落在外 顾亭夜猛地站起来 浓密凌乱的黑发披散在血清的灵断袍芙上 映出一种触目惊心的惨淡光泽 阴婷的面容隐没在烛火的阴影中 笔直地立在当中 浑身充满了一种 切齿憎恨的危险气息 直如一头又世人的凶兽 他不住冷笑 声如金铁力声道 冤有头债有主 若我如他们的意 一辈子就无声无息了 这笔账自然就没过了 可如今 偏叫我出了头 这是老天爷 再叫我算清这笔账 明澜把身体缩在太师椅中 整个人都覆盖在他高大身体的阴影下 心里坠坠地害怕 他很想说 也许老天爷有别的意思 你误会了呢 但没敢开口 他知道 其实他并非贪图 那点爵位财博 只是生性高傲 绝交 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不过 又有多少人能 淡然面对这种亏待呢 这时 他忽然心中起了个念头 猛然抬头 试探道 你打算做什么 顾婷叶转头 目光以一片清明冷静 优雅的一幅袍服前摆 斜斜地靠在软榻上坐下 又是一派贵气从容 他居然 还温柔地笑了笑 娘怎么怕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明兰呆坐着 疑惑地看着男人 忽悠释然了 人是复杂的 他还不很了解他 正如他 也不很了解自己 因一起王妇 顾婷叶这夜倒没做怪 只搂着明兰平躺着 两人半夜无话 明兰这一日累极 居然在男人火炉一样的 怀里睡着了 顾婷叶细续抚摸着 明兰细柔的乌发 郁洁娇嫖嫩的面庞上 已现出淡淡的疲倦 他颇是心疼 想起明日就要来的容景 还有远在别处的唱歌 这两个 他从不曾想要的孩子 他不由地一阵唏嘘 其实 他也不是个好父亲 手掌夏仪 抚摸到明兰柔软的小腹 他呼起了一阵息迹 第二日 天还未亮 顾婷叶起身洗漱着衣 出来时 看见明兰正在艰难地 从被窝里奋勇挣扎出来 他不由地笑道 多睡会儿吧 这阵子累坏了 明兰很坚决地摇头道 只要去索性把规矩做足了 那头是沉重勤安的 顾婷叶瞧了瞧漏胡 皱眉道 可 这会儿才丑时啊 明兰颇眷恋地看着枕头 咬牙扭头下地道 难得早起回 也不差多少时候了 干脆多做些旁的事情 平日里便可睡晚了 这些旁的事事 陪顾婷叶吃早餐 然后温婉贤惠状送他出门 这举动惹来顾婷叶一阵嘲笑的白眼 明兰全然当作没看见 继续吓得很贤惠 就算唬不住顾婷叶 呼呼府中奴仆也好啊 起码建立个良好的口碑影响 接着 巡视仆役点卯 监离府中事务及各位管事办差如何 在这次突击检查中 有些忠心勤恳地受夸奖 也有偷奸耍滑的挨了罚 效果倒也不错 待茶点完毕 宁兰上轿出门 往宁远侯府去了 成员和宁远侯府属于同一条街上的并排两户人家 中间隔了内务府的半座林子 另半座林子在成员内 府看下去 成员内院和侯府内院之间的位置 很像一把弓箭的两端 若明兰沿着弓弦直走 就是直接从林内的小径过去 那只剩十来分钟矫程就可到侯府了 可惜如今为了某种原因 明兰只能沿着弓挤的曲线绕着走 先出内院再出外院到大门 坐轿到侯府大门 然后再从外院至内院的一路进去 明兰一脚踏入足有两进三排屋的宣纸居时 正好沉时 门口的相妈妈笑着来迎明兰 却不往屋里请 只在院中道 二夫人昨日说要来 今日太夫人一早就等着了 明兰顿了一下 脸上带着几分懒然 劝意道 都是我的不适 叫太夫人睡不好了 小妈妈 我刚来不懂事 凡请您告知我 太夫人素日是何时起身的 回好来对时候 哑的 难道我不来 你主子就不用起床了 少夫人和朱氏 难道不用每日请安 互弄养鬼子呢 向妈妈愣了愣 反应极快的道 乔二夫人说的 都是老奴多嘴了 说起来 太夫人年纪大了 一会儿早起 一会儿晚的 睡时也没个准头 那也无妨 以后若我来早了 就到厢房处等会儿便是了 那太夫人都好了 我再进去请安就是了 最好让我等 有胆子 最好让我像罚站一样 在院子里等上个把时辰 紫昭树为原夫人最爱 让华兰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 紫昭树轻妈好用 后妈难用 只要来上一次 看不摇眼满天飞去 到时候 美玉满故府的太夫人 如何在 以德服人呢 想到这里 明兰不由得暗暗期待起来 完了 她发觉自己 越发扭曲了 向妈妈勉强笑了下 不敢再小觑 赶紧请明兰进屋去 明兰进去时 瞧见少夫人和朱氏 已经在了 两人正坐在炕边 和太夫人说话 少夫人皮色腊黄 神情忧虑 太夫人一个劲地开解她 玉满福大命大 自小到大 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 这次必能逢凶化吉 二嫂来了 朱氏见明兰进屋 起身见礼 笑道 原本大嫂给母亲请晚安 就要回去照看大哥的 就为了等二嫂呢 明兰忍不住 看了一眼旁边的向妈妈 用很单纯的目光表示疑惑 你们一个说她来早了 一个说她来晚了 到底算怎么回事呢 向妈妈脸色尴尬 低下头去 朱氏何等机灵 一看向妈妈脸色不对 就知道自己的话 怕是说得不妥 也不等明兰答话 赶紧笑着 把明兰拉到前面去 明兰也不多说了 只恭敬地给太夫人 和少夫人连任见礼 然后太夫人 看查奉作 寒暄几句后 刚好可以凑一桌麻将的 四个老少女人 便说起话来 咱们正说着 你大哥哥的病呢 太夫人眉目慈合 指着炕机上的 一叠新鲜果子 叫丫鬟递给明兰 都说病歪歪的 才长寿呢 我正劝着你大嫂 明兰也跟着 劝慰几句 还道 我那库房里 还有几只 上好的老珊珊 回头就给大嫂送来 若还缺什么药材 大嫂尽管开口 少夫人 见明兰说得真诚 嘴角扯出 一丝苦笑来 先谢过弟妹了 你大哥这病 不过是拖一天 算一天罢了 太夫人轻叹着 满脸都是怜惜之意 对明兰道 你大嫂和我 你没别的法子 我今日托你件事 你回去跟亭业说说 他路头粗人面广 他大哥如今都成这样了 叫他想想法子 怎么也得寻个灵广的大夫啊 此言一出 少夫人无神的眼睛 立刻亮了 满脸祈求地看着明兰 明兰心头一搁当 自打她进这屋子 她就竖起了全身的警惕 明兰想了想后 温言道 这是自然的 不过 嫂子不如先和我说说 之前大哥都瞧过哪些大夫了 免得二爷寻宠了 反倒误事 少夫人想想也是 连忙一个一个的数起来 说着说着 她自己也沮丧了 从京中的几大明医世家 到直立山西山东 河南河北的著名医馆 从太医院院政 到悬赏的香叶赤脚郎中 这二三十年来 几乎该请的大夫都请了 说罢后 她看见对面的明兰 脸上献出为难来 自己也知道 是抢人所难了 自是要去寻的 不过 明兰私存了片刻 斟酌道 所谓人以泪据 二爷在外头认识的 大多是航武的弟兄 真叫她去寻大夫 怕也是只爹打外伤的 太夫人吃的盐 比我们吃的饭还多 三弟妹的娘家 也是京城九居的 还有叔叔婶婶他们 不若 大伙都想想 还有什么好的大夫 到时候 二爷去请来就是了 咱们一大家子一块儿想着 总比一个人摸虾强些 顾廷义未必知道 什么高明的大夫 可一旦知道了 估计可以 以示压人一下 少夫人听出这个意思 也算同意了 默默地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太夫人目光一闪 看了明兰一眼 又叹道 他们总共兄弟三人 只盼着亭业得恐了 也常来瞧瞧他大哥 没准还能好些 明兰笑得有些腼腆 我回去就与阿爷说 看他这么痛快 其余人也没什么好说的 朱氏忍不住 细细打量这个星轴里 只见明兰静静坐着 大多是在听别人说话 只时不时凑一句打趣 他的话不多 只说该说的 而且每句话都留三分 绝不说死 看似都应了 实则什么都没答应 朱氏暗暗苦笑 觉得自己婆婆的意图 怕要落空了 这时外头丫鬟高声禀道 绒姐来了 众人转头 只见拱红霄和秋娘 一左一右的进来 前头是一身蛋黄绣菊 薄愁小傲的绒姐 她还是一副瘦弱的模样 低垂着脑袋 也不说话 朱氏寒笑道 还不快给你母亲请安 绒姐垂手行了个礼 蹲得很不到位 歪歪扭扭的 然后她很低很低道 给夫人请安 看她这么倔 一旁的秋娘 继无可查的轻叹了声 柔柔的扶了扶 而拱红霄则灵力的 上前一步 殷勤的行礼 翘声道 给夫人请安 明兰都微笑的点了点头 听三太太说 你们大都已收拾好了 大剑香笼 待会儿赶紧再整理一下 今日咱们就要回成员了 秋娘喜出望外 目光中竟是喜气 拱红霄抬眼看了看明兰 咬着嘴唇欲言又止 明兰嫌麻烦 大蒜庄看不见 不过太夫人何气地开口 二夫人是厚道人 有什么话就说吧 拱红霄连连扶身 语气千功道 妾身想 想带两个丫头一道过去 金喜和我 他们俩 是与我一道陪嫁过来的 我 我舍不得他们 声音越说越低 明兰很敏锐地注意到 容姐儿微移侧头 飞快地看了下拱红霄 然后又立刻垂头不语 太夫人听了 笑着去看明兰 目光示意询问 明兰微笑道 只要太夫人和大嫂子答应 我自是没有不肯的 太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指着他们俩对明兰揉声道 这两个也是不容易啊 营业一走着许多年 也没个音讯 大家伙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偏就死心眼 一定要等着 哎 人心呢 都是肉掌的 看在这份心意上 他们日后 若有不当的 你多担待些 羽翼满是悲悯的善意 红霄和秋娘一时感激 一起眼眶发红地望着太夫人 顾廷叶离家三年多 他们俩前两年和后一年的 待遇差别至少两颗星 这会儿 太夫人居然能把这番话 说得这么流畅自然 明兰心里大事佩服 决心向榜样学习 她学足了太夫人的真诚语气 在天上一点温顺的搏衬 眉眼秀美 笑道 瞧你说的 就是您不吩咐 我还能亏待了他们不成 太夫人拉着明兰的手 眼中带着磁续的笑意 你这孩子 诸事明嘴而笑 少夫人一脸宽慰 红霄和秋娘温顺地表示感谢 红霄还拿帕子摁摁眼角 一增煽情度 两旁的丫鬟都凑去得轻笑 好似所有人都觉着这是真的 果然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明兰觉得今天自己过得真是太和谐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47集 因要等拱红霄和秋娘整理行囊 明兰只能陪着太夫人继续说话 少夫人惦记着丈夫先回去了 把闲截领出来见明兰算作代替 诸事也叫奶嬷嬷把贤哥抱了出来 明兰仔细端详这姐弟俩 不由的大势感叹 哎 要说还是地主家的小崽子长得好呀 贤哥话还说不利落 在如母怀里啊哦哦的 很是肥白可爱 贤姐儿虽只有五六岁大 但却和绒姐儿差不多个头 小小年纪却已是一股秀丽端庄的举止 说话行李都很有分寸 对比刚才的绒姐儿的畏畏缩缩 明兰忍不住问道 绒姐儿那孩子可吃着药 诸事也知道绒姐儿瞧着很不成样子 叹道 唉 没吃呢 也叫大夫瞧了 说是身子无碍的 只需开解心许好好调理就是了 明兰低头沉吟不语 一旁的贤姐儿见她这般神色 乃声乃气道 二婶婶莫及 容妹妹只是爱挑食 又整日的发呆 身子却是好的 上个月换季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的 我和贤哥儿都着凉了 她都没事呢 明兰见她说话妥贴 态度娇憨 心里很喜欢 便笑道 我们贤姐儿真懂事 回头带你爹爹身子大好了 婶婶接你去和绒角一到晚 园子里有刚做好的小秋千 贤姐儿小小的脸上 站出出牙般的微笑 用力点头大声地应道 嗯 太夫人慈祥地看着贤姐儿 轻叹道 难为这孩子一片孝心了 自打他爹病了 他就没怎么出过门 连自家园子都不大趣 明兰陡然心生怜悯 按照少夫人刚才罗列的 那一长串名医来看 恐怕顾婷玉是希望不大了 就算是个现代都有不治之症 何况这个时代 贤哥儿在祖母身边待不住 在炕上扭着要往明兰身边冲 明兰笑着接过孩子 朱氏当时就一惊 却见明兰十分熟练地撑着贤哥儿双泪 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 喝着他哥之窝又抹着他的小肚子玩 贤哥儿乐得呵呵大笑起来 直在炕上打滚 太夫人笑道 瞧不出你抱孩子倒有一手啊 我娘家侄子和贤哥差不多的 还有我大姐姐的肝也是这么大 明兰吃力地把贤哥儿还给乳母 拿帕子摁了摁额头上的细汗 朱氏抱过儿子 眉开眼笑地哄着他玩 回头叫他们几个小肝凑到一块玩 想来乐得很 这时外头有个丫鬟打帘子进来 看见太夫人有些发怯 低声道 姑娘说 她今早获得了诗性 要好好运几手诗出来 就不来见二夫人了 这里告个罪 太夫人立刻脸色一沉 呵斥道 她二嫂难得来一趟 她怎么这般不懂事 屋里的丫鬟无人敢答话 过了一会儿 她转头朝明兰笑着表示歉意 道 你莫要见怪 你亭灿妹妹自小 是老爷子启蒙的 就喜好个诗词字画 又叫你公爹宠坏了 很有几分读书人的酸气 你来了尽呢 谁的面子也不卖 明兰笑笑 清清白白手道 早闻妹妹才名 知书达理为京城规格美谈 何况此家亲戚 什么时候不得见了 不妨是的 遭遇一位极有范儿的女文青 作为只能做打油诗的明兰 对这个经典借口很是仰慕 这个话题 太夫人不想多谈 毕竟这个年纪还没嫁出去 再美谈也谈不出什么花来 为了做两首诗而不见狄青的嫂子 到哪里都是说不通的 不过 从这件事来看 这位灿七姑娘 在顾老侯爷跟前应该很得宠 让贤姐回屋后 朱氏便说起了贤哥的种种趣事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太夫人时不时提起顾廷叶和顾廷伟右时的胡闹 一脸慈爱壮 明兰听得津津有味 这婆媳俩似乎很想引明兰多说些顾廷叶的事 不过可惜 姚依依同志是酒精保密条例考验的优秀司法人才 深谙敷衍之道 离一提千里 话题都偏到花过山去了 我日常吃着也不觉得 没想到进我这许多门道 诸事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就和明兰扯到和虾的七个品种和十六种做法上去了 她抚着自己的脸轻呼 和死瓜一道吵着吃 居然还能养颜呢 记住了 瞎人背上那条线定是要去掉的 下游锅前要上浆 明兰一直觉得对不住自己上辈子的身体 也没好好待她 还让她淹了泥石流 搞不好都没挖出尸首来 自打来了古代后 她最热衷的事就是养生 对男人好 可能被小三 对丫鬟好 可能被爬床 对姐妹好 可能遭背叛 想来想去 只有对自己的身体好 才是大吉大利 百无一失 朱氏看着明兰娇艳明媚的面庞 细润瓷白 透着淡红的汗淡色 饱满柔嫩的皮肤 像是用水掐出来般 眉眼声晕 映然光滑 不计容貌 单论皮肉气色 比之同龄的自家小姑子 何止胜出一两分 当下更觉得明兰有说服力 忍不住细细讨教起来 明兰轻叹着 我家祖母说过 女人这一辈子太累了 生儿育女操持家务 这前后左右哪处不烦心 每生一回孩子 那就是上一次身子 生下来后还得接着操心 平安长大 读书上进 都说女人比男人老得快 这么着能不老吗 谁说不是呀 诸事历史起了忧患之心 男人怕穷 女人怕老 其实她这会儿才二十岁 可在明兰面前 一自觉像个大妈了 古代女人很悲催 二十来岁前生儿育女 过了三十就差不多歇菜了 等过了四十 连孙子孙女都有了 基本要靠礼佛修身 来打发日子了 一旁的太夫人见他们俩 越说越偏 诸事差不多都自己忘记 该说什么了 她忍不住 微微皱眉 想着这才头一天 便按耐下种种心思 只微笑着听他俩说话 偶尔长者风范地笑骂 他们几句 倒也一世何乐 带到红霄秋娘他们 正好相聋 差不多四十三刻了 太夫人笑道 都这时候了 倘若不叫你吃了饭再走 岂不叫人怪我这婆婆刻薄 明兰想想也是 便欣然同意 但吃的时候 还是免不了心下坠坠 饭菜里没毒吧 饭后用过一盏茶 明兰瞧着差不多了 便起身告退 外头早已套好了马车 连人带香龙一道上了车 陆陆着往成员行驶过去 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下车后 明兰叫廖永家的帮着谢香龙行礼 自领了容姐三人坐上几顶清顶软轿 往内院而去 到了内宜门才下轿 一路往里走 红霄只觉得园内风景甚好 处处花鸟亭台 小桥流水 虽富贵不足 雅致清俊 却游有过之 她很是艳险 而秋娘见一路上的丫鬟仆腹 全都轻声敲雨 见主子经过 便避过一旁 恭敬地站着 带到了家喜居偏听后 于看作凤茶之际 她见几个丫鬟 静出有志 行指端方 竟无一人偷瞧他们一眼 她心下不免暗惊 都到新夫人年幼 却不想李家这般得法 她有几分为顾廷叶高兴 到底新夫人比这上一个 不论哪处都墙上许多 想到这里 她一时又多了几分愿意 怕顾廷叶已用不上她了 明兰在上手做定后 端茶浅瞎了一口 深觉得今天劳动量过大 这般劳心劳力 实在不利于和谐生活 决心速战速决 赶紧把事情料理了 好回去睡午觉 她放下茶盏 转头道 翠薇 屋子可都收拾好了 夫人您都吩咐多少回了 一旁视力的翠薇 忙上前笑道 屋子和人手全都好了 连热水都烧好了 只等着小姐 拱姨娘 还有秋姑娘一过去 立时就可以洗漱休憩了 秋娘连忙起身谢礼 红霄慢了一拍 也起身笑道 有劳这位姐姐了 秋娘看了眼明兰 惶恐道 我不过是个奴婢 伺候老爷夫人还来不及 怎么好这般 夫人您宽厚 可真折煞我了 能来老爷夫人跟前伺候着 奴婢便知足了 明兰轻轻挥手 你是老爷跟前的老人了 不过叫几个小丫头服饰 没什么好折煞的 况且 这也是府里的体面 欲气温和 却不容反驳 秋娘千恩万谢地坐下了 明兰顿了下 朝坐在下手的容姐儿 微笑道 今日你们也累了 我就长话短说吧 这家里人口简单得很 你们来了也热闹些 容姐儿 我原打算把寇香院给你 这里先问问你 你觉得是自己一个院子的好 还是愿意住我跟前呢 到底她年纪还小 明兰自己也是上了十岁 才分院另住的 容姐儿依旧低着头 瘦弱的身子一动不动 也不说话 过了半天也不见她开口 秋娘急了 过去轻轻拉她 快回话呀 夫人问你呢 容姐儿呼抬头 飞快看了明兰一眼 目光中满是戒备和敌意 然后又低下头 就是不说话 红霄渐轻行尴尬 忙打圆场道 夫人莫怪 容姐儿自尽府就是这般的 平日和我们也不大说话 不过她心里刻明白着呢 那你的意思呢 明兰看着红霄 微挑唇角 我怎敢做夫人的主意 不过嘛 拱红霄心里早有了打算 当即便笑道 姐儿年纪小 还不懂事儿呢 独住一个院子 到底孤了些 且又多年 没见着老爷 妇女怜心 固柔天性 我想着 还是叫容姐儿 在夫人跟前问妥 明兰想了想 脸上也无什么意思 只微微一汗手 红霄见状 顿时一脸喜气 不等明兰开口 她又忙到 还有一事 夫人请恕 红霄无礼了 容姐儿 到底是太夫人 交托于我的 红霄不敢有副嘱托 字不好 和容姐儿分开 一边说 一边偷眼 去瞧明兰的神器 一旁的翠微 已经不笑了 看向红霄的目光 有些发冷 听到这里 明兰忍不住 轻笑起来了 所以你也要 住我跟前 可你是姨娘了 城园里空阔 又不是没地方 会原打算 单独给你一个院子的 红霄 一副怯生生的样子 夫人的好意 红霄怎能不知 不过 总不好 为着自己舒坦享受 而窝了大事 听她说的 条理分明 也不知 事先度理过了多少遍 明兰颇绝佩服 不过 她也不怕 这世上道理 都是人说的 尤其是家务事 更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拱红霄 固然有一锣筐的理由 要住进来 但她也有不少说法 加之 她是主母 权威 凌驾一切 她就不幸了 给妾室分座院子住 还有人来挑她的不是 这样不妥 明兰正要开口时 忽从一侧 响起一个低沉的男生 偏听里 大小女人 起起转头 只见顾婷叶 缓步从侧门走进来 身上还穿着珠红巢服 老爷回来了 明兰温柔地起身 动作很得体 很标准 引来顾婷叶 弯着嘴角 深深看了她一眼 待她在自己身旁坐下后 明兰亲自给她 蒸了碗茶 微笑道 容婷回来了 我正和龚姨娘 商量住处呢 龚红霄秋娘 还有容婷 也从座位起身 一起向顾婷叶行礼 礼毕后 容婷抬起头 愣愣地看着父亲 秋娘眼眶发红 目中隐隐泪光 激动地望着顾婷叶 满眼的关怀 再不肯把眼神移开 红霄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柔柔地望着顾婷叶 轻力地面旁浅浅而笑 顾婷叶对这种目光 似早已习惯了 不以为意 只静静地看向容婷 容婷一缩脖子 又低下头去 顾婷叶愈发脸色发沉 却并不说话 明兰暗暗扁嘴 你呀倒是说句话呀 二少 二老爷 秋娘含泪半赏 终于忍不住了 声音轻颤 您身子可安态 这些年 每个人在身边服侍着 你在外头 过得可好 顾婷叶正在想事 差点随口要打两句 忽想起明兰坐在身旁 他抬眼看了看她 只见她面上并无多少不悦 只端着茶碗 微微皱眉 他顿时觉得秋娘有些失礼 随即他不渝地看了看秋娘 秋娘见顾婷叶非但没打话 还眼神冷淡 心头一凉 明兰没有反应 但一旁的翠薇却看得清楚 上前一步 恭敬地朗声道 秋姑娘 恕我多句嘴 老爷夫人都在这儿呢 你怎好随意开口言语 她脸上客气 心里却很是愤愤 这也是个贱人 刚才还说自己是奴婢 有做奴婢的 在主子面前随便说话的吗 秋娘惶恐地发抖 无助地去看顾婷叶 却见她正定定地看着新夫人 她心头发苦 嘴里连声道 都是奴婢的不是 奴婢多年未见老爷 有些失态了 刚才老爷说不妥 到底指什么 明兰极力忍住发困 端章地微笑道 顾婷叶的视线 扫了一遍下手低头而战的几个 被秋娘这么一开口 她愈发坚定了自己的主意 她淡淡道 我细细想过了 还是叫他们三个 都去构乡院住的好 这句话 好像一颗投进湖面的石子 立刻把下面三个 大小女子惊了起来 红枭脸色发白 头一个忍不住要开口 顾婷叶长臂微台 目光冷峻 一股微视无声而起 众人拒不敢说话 她沉声道 你不必说了 我一句 谁若不愿 大可以去问我 太夫人的意思 话是朝着所有人说的 可她的目光 却独向着拱红枭 映然几分计较 红枭陡然一领 想起往事 立刻低头站好 不再抗辩 秋娘身形如风中乱液 泪光更盛 逗着声音 喃喃道 这怎好 奴婢怎能住到别处去 那奴婢怎么服侍 老爷夫人 怎么打水 做针线 职业 听到最后两个字 明蓝额头 顿起几根黑线 秋女士 你也太直奔主题了吧 对着秋娘 顾婢夜目中 多了几分温和 你素来行事周全 很会照顾人 她看了眼容姐 再道 你跟过去照看容姐 我就放心了 这话一说 红枭尖头一僵 头垂得更低了 秋娘苍白的面孔 却泛起一阵晕红 羞涩地望了望顾婢夜 眼中竟是深情厚意 然后静静地 接受了安排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48集 明蓝却忍不住 瞥了顾婢夜一眼 看不出这家伙 这么会说话 这样一来 就算秋娘不接受 也不行 她总不能说 她只会伺候男人 不会伺候小孩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 翠薇低着头 抑制住满心的喜悦 很殷勤地过去 给他们三个张罗搬家事宜 顾婢夜目送着他们离去后 没等明蓝开口 就转头说了句 她去外书房 寻公孙先生了 就匆匆离去了 明蓝决定把疑问按后 先回屋洗漱 然后一头栽进床铺 去见周公了 自凌晨起床后 就一直忙碌到午后 心力俱疲 实在是累极了 是以明蓝很快睡去 醒来时 差不多是喂食末 她大吃一惊 自己 居然睡了三个钟头 单局乐呵呵地 服侍着明蓝 穿衣梳头 一边道 适才翠薇姐姐 一来禀过了 寇香院的那三位 都整顿好了 香笼行礼都妥贴了 翠薇姐姐安排了人手 服侍着他们 先歇下了 叫夫人莫操心 一切都好的 明蓝点了下单局的额头 傻丫头 该叫何有家的了 早也叫不会 单局心情甚好 也不还嘴 继续傻乐 明蓝暗叹了口气 知道她这几日 也一直忧心这件事 生怕来得妾室不省心 又怕明蓝受委屈 如今至少不用再跟前惹眼了 收拾妥当后 明蓝喝了盏淡淡的清茶 唇齿流香 心情愉快之际 更觉今天过得很不容易 并撇开账板先不看 叫单局拿了纸笔 打算描个心花样子出来 单局瞧了眼 搁在一旁的针线栏 里头放的是给顾廷叶的几件 白绫段子的礼仪 忍不住道 夫人 您还是先把那几件活气做完吧 这都拖了多少日子了 明蓝拿墨线笔 点了下单局的鼻子 笑道 傻丫头不懂 她刚才忽然就有了灵感 夫人越发爱闹了 单局趁叫一声 羞脑的跺了跺脚 捂着鼻子 扭头洗脸去了 顾廷叶进来时 正瞧见明蓝 聚精会神的趴在桌前 她特意放轻脚步走到镜前 看见白纸上 用弓笔细细描着两只土狗 正在争抢一根肉骨头 那骨头 尤其描绘的肥状多肉 这是何意 明蓝吓得差点跳起来 转头看见男人微挑着剑 没发问 她心虚地把画纸随手盖住 善善笑道 画着玩的 没什么意思 顾廷叶看着明蓝的神情 心中起疑 抬手把画纸掀开 细细看了一番 脸上若有所思 盯着明蓝的目光 渐渐恼怒起来 明蓝被盯得头皮发麻 一阵呵呵呆笑 讨好的凑上前去 顾廷叶不肯坐下 明蓝只好点着脚尖 帮她更换袍服 并松开发关 顾廷叶瞪了她一眼 道身侧靠在床榻上 斜腻着明蓝道 你接着话吧 明蓝哪有这胆子 很自觉地坐在桌前 拿起账簿 和对起昨日艳影的 花销出入来 顾廷叶静静地看着她 呼道 今日在侯府 可好 明蓝知道她的意思 玩耳道 才投一回去 哪能有事 不过 我在那儿吃了顿饭 应当无事吧 顾廷叶愣了下 笑骂道 这我才忧心 就是有事也没知了 明蓝见她心情好些了 怀里捧着帐簿 呵呵傻笑着凑过去 小心地问道 双甲他们已住过去了 翠惠惠料理好的 我想以后就叫花妈妈看顾那边 你说呢 这段日子观察下来 花妈妈还算得用 重点是 她是掌房送来的 你拿主意吧 顾廷叶神色冷淡 明蓝知道 最好不要问 但耐不住心里猫抓似的难受 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 你 只说了一个字 她就顿住了 该怎么问 她正为难着 谁知顾廷叶到开口了 她眼望着 雕毁着石榴白紫的坛木床顶 似乎在自言自语 容颈性子倦 曾拿石头砸破个大水缸 是四岁吧 还是五岁 明蓝大吃一惊 司马光砸钢 顾廷叶目光幽深 倘若以后 叫她眼睁睁地 瞧着你我的孩儿 想来更是难受 我必会疼你 爱你后生之子 剩余她 这是料定的 又何必装目足样呢 明蓝惊异地 看着顾廷叶 老哥 明蓝太实诚了 以后 给她寻一门好亲事 读书明里 李家长事 你能教的就教些 不能教也算了 她只想能得了丘娘的本事 许点女工算账 以后在婆家 也能应付了 明蓝顿坐在床头 眼睛睁得大大的 盯着男人英俊的侧面 看了良久 顾廷叶的确是个聪明人 容姐儿出身不明 非敌 非长 非宠 这样的女儿 对嫡母是没有什么威胁性的 只要嫡母脑子清楚 心肠又不是很坏 基本不会为难她的 待成年后 天上一份嫁妆送出去就成了 又得了好名声 又不费事 倘若顾廷叶一意维护 怜惜于容姐儿 反倒会惹了嫡母不快 而嫡母若诚心 想为难某个孩子 男人大多是顾不了周全的 这一点顾廷叶深有体会 丘娘作为侯府嫡子房里的大丫鬟 个人素质绝对是过关的 真说起来 怕是比一般人家的小姐都强些 容姐儿只要能学会这些 再耳濡目染些高门气派 就很能见人了 并且若真学得眼界太高 也许反而会害了她 不过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 明兰斜眯着眼睛看男人 她怎么能肯定 她脑子清楚又经常不坏 万一她人很坏呢 明兰暗暗咬牙 呼起了一阵坏心 她很想做一次恶毒的后妈 让她看看 这样秋娘也算有靠了 顾婷夜又轻轻补上半局 从头到尾她都没提过拱红霄 难道她想把容姐儿记在秋娘名下 那她刚才为什么不直接把秋娘抬成姨娘呢 还有红霄怎么办 明兰心思转了半天 才想到这事还有另一头 当她再次慢慢咀嚼顾婷夜的话 呼得有些明白 莫名一阵高兴 然后喜滋滋的低头继续看账 顾婷夜隐约察觉到明兰的喜悦 凶恶的瞪眼过去 轻掐着她的脸蛋 努力扳起脸殉导 你得意什么 说 是不是不乐意秋娘过来 明兰忙捧着自己小脸躲开 很正气的直言 没错 我不乐意叫没见过几面的人 见我光着身子的样子 通房的用处太广泛了 只是如此 顾婷夜不悦的挺眉 明兰很理所当然 还指着顾婷夜的鼻子 笑嘻嘻的调笑道 自然 夫君是从小到大家的看惯的 我可没有 顾婷夜脸上浮起一阵可疑的薄红 也不知是气是怒 被看光了可恶 还是老婆更可恶 只闷闷的转身背对着明兰 明兰见她真恼了 也不敢多打趣她了 拱着她背后扭来扭去的 像条小圆一样讨好卖乖 哄了她好一会儿 顾婷夜才冷着脸翻过身来躺 明兰赶紧引她说话 朝堂上的事 都和公孙先生商量妥当了 嗯 男人半死不活的哼哼 没什么麻烦的吧 顾婷夜顿了半课才缓缓道 今日朝堂之上 有人参了老耿一本 说他肆意结交权贵 败坏刚迹 以谋私利 皇上当场身吃了老耿一顿 年前于北将 老耿身先士卒 身上的伤这会儿还没好全呢 唉 我如何不知皇上也是用心良苦 不过是略加警示 老耿也是 哦 明兰慢了好几拍 这事儿她也有风文 说穿了一点都不稀奇 老耿同志犯的错误 在我党建国时期很常见 一辈子勤恳尽忠 老实芭蕉 到了花花世界 却没能经受得住 糖衣炮弹的考验 顾婷夜是世家公子出身 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顾旧 那是没办法 就这样 他还东躲西闪的尽量低调 你一个蜀边 寒门出身的武将 居然搬来京城没几天 就把家里弄得好像菜场歌友会 整日的门庭弱势 这不存心丰富 御史言官们的写作素材吗 顾婷夜忍不住 想替那倒霉的同志说两句话 也不能全怪老耿 他并非想结交权贵 大多是军中兄弟们的亲戚上门 他拿底子入纳阵场 可惜 京中权贵几乎都有或敌之 或旁之的子弟在军中 你说呢 辩护两句后 顾婷夜习惯性的问了明兰一句 其实明兰并不同情老耿同志 但他知道也不好直说 他撇了下顾婷夜的脸色 甩甩手中的账策 斟酌着语气 外院有郝管事攀管事 内院有廖永媳妇 望贵媳妇 下头还有几个分管事 和一根婆子丫鬟 顾婷夜微皱眉 表示不解 明兰笑嘻嘻的继续道 我觉着吧 倘若他们一众人全都情义深重 情比金坚 情深四海 情义无价 那我这种母就不用婚了 世界上所有的领导都喜欢直线忠诚 不喜欢下属们横线交好 这个道理 顾婷夜自然也明白 只不过从心理上 他还没有完全把八王爷过渡成君王罢了 顾婷夜没能把脸彻底板住 不知笑了出来 他见记忆破了弓 一把将明兰像捉小猪一样拖上床 按在自己怀里 朗声大笑着好一顿揉搓 笑声震震 隐隐传到院门口 秋娘顿时脸色苍白 单举脸上的笑容很客气 也很虚假 她微笑道 秋姑娘 倘若你有急事 我这就替你通船去 不不 没什么要事 我这就回去了 秋娘连连摆手 晾呛着退出家喜居 人类是一种反思性动物 对于自己当年没做到 或者没能做好的事 总是耿耿于怀 如果老天爷给房妈妈 一个穿越的机会 她铁定要穿去 圣老太太新婚前后 要么索性坏了这门婚事 要么整死那帮小妖精 每当想起这些 房妈妈就恨不能 圣老太爷从坟墓里爬出来 纳上几个不安分的妾室 好让如今的她练练手 而这种抑郁情绪的结果就是 宣介 那秋娘就忙不爹地走了 晚饭后 小桃趁着顾廷夜去书房 赶紧把下午秋娘 来家喜居的事 细细汇报了一遍 明兰还没怎么清醒 她努力眨了眨眼睛 那又如何 只是有些不安分罢了 想与久别重逢的主子兼男人 谈谈心说说情 可惜物是人非 习人还是那个习人 顾廷夜却从来不是宝哥哥 这事可不简单 一旁的单局恨铁不成钢地低叫道 明兰被吓了一跳 她怎么知道老爷什么时候回府 怎么来得这么巧 老爷前脚回来 他后脚就跟来了 显见的是叫小丫头去路口盯着 一有消息就去传报的 单局眼放金光 推理得天衣无缝 哼 这拍头一天呢 他哪来的人手 怎么知道老爷走哪条路的 所以 明兰帮他续话 单局暗暗咬动腮帮子 我翠维姐姐一说 她立马去查了 那几个搬进寇乡院后 苟一娘和荣姐儿倒是歇下了 那秋娘却偷偷去找了赖妈妈说话 哼 这几个不消停的 她素来温厚的面孔上 竟也满是愤愤 明兰失笑道 可那又能如何 赖妈妈和秋娘 远就是太夫人那来的 他们要说话也不算有错 至于打探消息 除非叫寇乡院的都进足 否则 他们要去哪处园子 哪条路口 便是我也管不着 只想把这院里的门房看老些 才是真的 要串联也早就串联好了 不过 他也不怕串联 小桃呆呆的发愁 莫非 就没有治他们的法子了 光是在路口盯着 或是找个妈妈说话 可算不上过错 平白的争嫌弃非但没意思 还叫人看笑话 说我不容忍呢 赎亲家规愿规都在那 只想拿住了错处 要发落还不容易 要是他们不出错 干恶心人呢 单局反应得很快 明兰干笑了下 吐出一句 那就只能让他们恶心了 这个时代 有几个大老婆 没被小老婆恶心过 个别性情敏感激烈的 还容易欧点写啥的 恶心的事 很快就来了 第二日一大早 明兰还在床上磨蹭 拱红霄和秋娘 就带着绒姐来请安了 单局和小桃 一阵手忙脚乱 好歹把明兰收拾好了 去见人 给夫人请安 红霄盈盈下拜 一身桃红色的 蝉枝石榴花 胡断被子 很是艳丽 她抬头看见明兰 身着一件 湖水兰暗花织颈树腰小袄 映着一张 盈玉般的丽颜 肃静又端庄 身姿纤细窈条 她忍不住赞道 在侯府时 就常听人夸 夫人品貌出众 如今搬回了成员 我可算有福气了 日后 好跟夫人学些门道 也不会整日的一身俗气 说着 还扯了扯身上的衣裳 明兰摸摸自己 松松的发迹 刚才匆忙的 连珠花都没带 再看看 一脸真诚的红霄 她有些无语 淡淡道 我瞧着你这般打扮挺好的 况且 有时我也穿这事 红霄有些善善的 退而坐到小屋子上 一旁的秋娘 见丹菊端了一盏清茶进来 连忙起身 从茶盘中接过茶盏 恭敬地递到明兰面前 夫人请用茶 明兰点头 接过茶盏 请瞎了一口 丹菊低头咳咳嘴 转身到里屋和小桃 一道去收拾了 明兰的眼睛 转到容姐儿身上 只见她低垂着脑袋 缩着坐到一角 明兰忍不住问道 容姐儿 你刚搬了屋子 昨夜睡得可好 容姐儿默默地抬起头 看着明兰的目光 有些游移不定 然后低下头去 还是不说话 秋娘急了 赶紧到 夫人安置得极好 床铺被褥都是极上等的 丫头们服侍得也尽心 我昨夜和容姐儿 睡在一个屋里的 她一整夜都没醒过 明兰朝她微笑了下 难怪老爷一直说 你是个妥贴的人 秋娘猛然抬头 目有水光 哽咽道 我只怕 有父老爷的托付 红霄寺有几分尴尬 面上十分镇定 只是不断缠绕 腰间滔子的手指 有些过于烦躁 明兰又喝了一大口茶 努力忍住早起的不适 随意笑道 以后不必这么早来请安 咱们这人口少 也没那么多规矩 明日起 晨十二课后再来吧 还是八点上班吧 秋娘目光阴气 连忙到 这怎么好 这怎么好呢 知道夫人是体恤咱们 可咱们也不能就这样乱了规矩啊 况且 老爷天不亮就去上朝了 夫人要服侍老爷 字也不得歇息 我们又责好余举呢 明兰大炯 他什么时候为了服侍顾廷夜上朝 而放弃睡懒觉了 不过 这事儿知道的人也不多 里头的小桃却忍不住 几乎要破口 你才乱规矩 你全家都乱了规矩 被后头的丹菊死死拖住 然后他们俩听见明兰柔和的声音 又不是不来请安 不过是晚点而已 这点主物我还是能做的 况且 也不为别的 只是为这荣甲 这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又这般瘦弱 且得好好调理呢 众人的目光都转向绒脚 绒脚的头愈发低了 几乎埋到膝盖里 姿势笨拙不雅 明兰微微皱了下眉头 似无意地看了红霄一眼 他微微一笑 温言道 他都八岁了 总不好 还不如五岁的闲脚吧 以后若有亲戚客人来了 瞧见绒脚这样 该怎么说 戎尔肩尔肩头一震 没有抬头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红霄和秋娘聚事面红过耳 双双起身倒碎 秋娘惶恐地念如着连连道 都是我的疏忽 红霄轻声哽咽道 夫人想的是 以前 也不必说了 如今到了自己爹娘跟前 必能好好调理的 小孩子正是爱睡呢 好好酱仰着 在尽些上好的温补吃时 开解些胸怀 都活动活动 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的 宁蓝漫调丝里地拨动着茶盏 早上叫他多睡会儿 该吃过了早饭 人都活饭开了 再过来请安也不迟 回头 我每日会叫人送炖品过去 你们要盯着绒脚吃 秋娘 这事儿就多劳烦你了 秋娘忙应声 连连答事 明蓝又转向红霄 面色温和道 这孩子五岁就到你跟前了 如今他可会读写 识得几个字了 三字经可学完了 红霄当即一颤 看了明蓝 再看了看绒脚 张了张嘴 才知悟道 这个 这 绒脚身子不好 我也不敢多督促着 好像 似乎 略识时来个字吧 明蓝脸上带了几分不渝 红霄轻慌地站在一边 不敢说话 明蓝放缓语气道 咱们这样的人家 就算逼不得她亭灿姑姑 师叔满腹 绒脚也不能做个睁眼瞎吧 你们没来时 我就听人说 龚姨娘是书香人家出来的 最是知书达理 我当时就想了 我们戎甲真是有福气 有这么个姨娘在身边交着 以后言行举止读书认字 那是不用愁的 可是 如今 她轻叹一声 略带责难的目光扫过去 直钉的红霄抬不起头来 明蓝顿了顿 继续道 以前的事就算过去了 从今日起 你要多看顾心 难道以后亲朋好友来了 熊娇也这般模样 总不成一辈子 关在那院不见人吧 红霄被数落的 头也抬不起来 昨日她才说过 太夫人托付云云 今日就打嘴了 丘娘更是大气也不敢出 明蓝语气略略凝重 威严道 荣甲和我认生 这是常理 可她与你们 却是一个屋檐下 待了多少年的 你们俩既受了托付 却要担起责任了 红霄和丘娘 战战兢兢的应声 明蓝又吩咐了几句 才打发人 送他们三个回了寇香院 里头的小桃和丹菊 这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丹菊笑盈盈的出来 手上拿着几朵珠花 一边慢慢替明蓝戴上 一边道 便是当初的林义娘 在太太跟前 也是不敢开口闭口规矩的 他们还真长胆子 夫人正该震慑他们一下 不然都欺负您面词心软呢 明蓝无奈地叹了口气 她其实很讨厌以示压人 但有些人 似乎还就吃这一套 你好生好气对他们 反而叫他们蹬鼻子上脸 以后最多只能睡到沉正了 她不无遗憾地叹息 丹菊当即板起脸 竖落起来 不是我说您 自大嫁过来后 您的日子过得也忒懒散了 就是以前在娘家 也没那么舒坦的 以后您可得打起精神来 多少人盯着您出错呢 看着丹菊充满斗志的面容 明蓝不经善善 到了快五上 顾廷叶下牙回府 明蓝替她松了朝服发官后 换过长服后 又叫人在临窗的炕机上摆饭 炕上早已铺了 蒲尾棉麻和丝薄编成的炕席 迎着风凉的花草气息 扶起俩吃起饭来 顾廷叶抿了一口清酿淡酒 含笑道 金枣科号 好的很 我生平头一回也有人请安了 顾廷叶见她侠上 一抹娇媚的粉色便笑道 这又何难 回头咱们生她十七八个儿子 待他们娶上媳妇后 要给你请安 还得挨个儿排队 那岂不沉热呢 明蓝瞪了她一眼 感情不是你是月怀胎 你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 这么一把活就完事了 她并不排斥生孩子 但生育的身体条件 她要掌握好 要知道古代可没妇产科 她可不打算生个孩子 就去掉半条命 顾廷叶压低声音 眉目隐含挑逗 我可不是动嘴皮子 整吃饭呢 明蓝当即胀红了脸 嗯 十色性也 娘子说得好 顾廷叶悠然道 明蓝瞪了她半天 自己先破功了 笑了出来 你 唉 你闺女要是有你 一半脸皮就好了 顾廷叶慢慢按下了神色 容姐 她还那样 不说话不理人 这么大了 也不读书认字 也不学真早女工 千人大物是不用说了 就跟没人管的似的 你说她小时候性子很烈 如今这样萎靡不振 想来是当初 这几年 天下到了我们身边 自能慢慢划过来的 慢娘 一直都是个狠得下心的女中丈夫 顾廷叶嘴角微露 一抹讽刺 诱导 那你打算怎么办 等 等她长大了 等她自己想明白 这世上 没什么人熬得过岁月 一个月 一年 好几年 总能慢慢变好的 我今日吩咐了 还叫秋娘 照看她赤川起居 叫龚姨娘 照看她读书之力 先养养身子 待她年岁长些了 就能另请些好师傅来教了 她一个现代人 不也十年岁月 熬成了古代规格吗 顾廷叶皱着眉头 其实她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 她小时候不听话 或使性子 古老侯爷就直接上板子竹棍 女孩却不好这样的 明兰神色带了几分无奈 自来千金小姐名门归秀 大都是养出来的 锦衣玉石地供着 凌络绸缎的堆着 在护弩隐蔽的恭敬服侍着 居遗弃 想遗弃 自能慢慢尊贵起来 有了威势 有了体面 潜移默化的就好了 顾廷叶慢慢地点了点头 露出赞成之意 明兰这话虽粗糙 却极是在理 而且处处见实在的善意 她微笑道 就怕她是个倔性子 不肯孝解 我不用太孝解 明兰一脸不以为然 顾廷叶惊异不已 过了片刻沉生道 你不必信 孝顺嫡母是理智大法 她若不孝顺你 我自然会狠狠责罚于她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不会教孩子 只不过 她慢慢正了神色 诚恳道 我只是望她明白 现在 人活着 不是为了赌气 不是为了消沉 更不是为了怨恨 而是要好好活着 她还有一辈子要过 将来 她也要生儿育女 过去的事 不是她造成的 她也不该老救着 过去不放 天大地大 海阔天空 把心胸开阔了 把眼睛放远了 日子才能过长远了 顾婷夜心理似 化开了一片 双目发亮 抑制不住 要翘起来的嘴角 她一手扯过明兰 坐在自己腿上 搂着她的腰身 轻轻摩缩着 淳于的声音 满是笑意 嘀嘀道 虽说你哄过我 唬过我 还常忽悠我 但我做来知道 你心思是急症的 明兰斜着眼睛 看过去 故作不悦状 你这是夸我呀 这一句话后 久久不见 顾婷夜说话 却见她 正似有些出神的 看着明兰的筋口 眼神愣愣的 不负平日灵力 明兰拍拍她的脸颊 怎么了 顾婷夜 这才回过神来 拿手掌 在明兰胸口上 按了两下 又揉了三下 叹息道 不知什么时候 这儿倒长了不少肉 手还在她柔软的胸口 流连来回 明兰羞脑之急 当下便仗红成了只瞎子 捂着胸口 要扭身跑掉 却叫顾婷夜捉回来 明兰伸爪子 去和男人的腰窝痒痒 两人嘻嘻哈哈 倒在炕上闹起来 最后圣女侠不敌顾将军 被男人按在炕上吻了好久 带小桃进去时 还瞧见明兰嘴唇有些红肿 他不免奇怪 难道菜太烫了 饭罢了 夫妻俩下了盘棋 便准备着要午睡 小桃和两个小丫头收拾好饭桌 端着碗碟杯盏 走到庭院中时 正瞧见丹菊在不远处 拦着一个人说话 丹菊微笑得很正式 秋姑娘 你就叫我秋娘吧 妹妹若不嫌弃 我也叫你丹菊妹妹 秋娘忙道 丹菊额头重重抽了一下 脸上继续微笑 秋娘姐姐 这会儿老爷怕是要午睡了 您若有要事 要见老爷 我这就去替你通传 午睡 她从不在午上歇息的呀 秋娘脸色茫然 丹菊酸痛的腮帮子 十分坚强地维持着微笑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自打我们夫人嫁进来 老爷只笑有空 都会午睡一小会儿 秋娘神色怅然 手中挽着个小包袱 手指钻得紧紧的 丹菊心中冷哼了两声 转身进礼屋去通报 明兰刚帮顾婷叶宽了外衣 闻听此言 顾婷叶眉头不自觉的遗咒 但还是道 叫她进了吧 秋娘进去时 却见顾婷叶一身血白淋断的礼衣 强忍不耐地坐在床檐上 有什么事 这个 老爷 多年不见您了 我 我 秋娘一听这口气 就知道不妙 瞥了眼坐在床头 叠整巢幅的明栏 心里为难 知误了几下 却说不清缘由 顾婷叶不耐烦了 直问道 到底有什么事 赶紧的 秋娘只好长话短说 这些年 我给老爷做了些衣裳鞋袜 可是几年没见了 就怕尺寸不很妥的 想叫老爷试穿下 看好不好穿 明兰努力忍住嘴角的清朝 继续专注地整理衣裳 还抽空温和地朝秋娘笑了笑 顾婷叶轻轻一审 斥责道 这点小事也说了半天 这几年下来 你怎么反倒不如往日爽力了 回头找几件我的衣裳鞋子 比对了不就完了 我哪有功夫一衣试穿 明兰微笑道 秋娘顾虑的也对 小桃 听见了没 收在礼物门口的小桃 憨憨地笑道 好嘞 秋姑娘 你以后要比对衣裳尺寸 尽管来找我 我拿给你好了 秋娘心中酸苦 无言以对 只能连连应声 顾婷叶对明兰道 我为时要出门 你最时五时把我叫醒 明兰扭头去看低漏 柔声答道 成 你赶紧歇会吧 养养精神 办差事也清楚些 顾婷叶嘴角含着一抹称笑 温柔地看着明兰 你可别睡过头了 明兰笑得很无耻 便是我睡迷糊了 还有单几小桃他们呢 他们俩这么一问一答 便如寻常人家的夫妻一般 平淡宁静 却倦勇美好 秋娘忍不住插嘴道 我给老爷夫人守着吧 我来叫醒老爷 顾婷叶看了他一眼 皱眉道 不是叫你照看容卷吗 你怎么 但要斥责几句重话 却也想着在明兰面前 也给秋娘留些面子 这便住了口 秋娘是势必出身 惯会看脸色的 知道顾婷叶献下不悦 她也不敢再待了 最后说了几句话 赶紧退了出来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主屋 在左侧厢的耳房 绿枝正瞪着眼睛道 你还真地的东船啊 你糊涂了啊 丹菊狠狠地咬着线头 我才不糊涂呢 他不是整日惦记着老爷吗 我特特叫他那个功夫进去 老爷能有好气给他 哼 做梦 绿枝这才缓了面色 那女人一脸老实巴叫的厚道呀 我还当你被唬住了呢 怎么可能啊 丹菊看了眼队屋 彩桓正站在庭院中 笑着要送秋娘出门 她压低了声音 恨恨道 绿枝 你可还记得 房妈妈与我们几个说的话 自然记得 绿枝的目光也顺过去 看见彩桓和秋娘 她顿时目露凶光 前阵子 她扭捏着与我们说什么 要给夫人分忧 我呸 分个鬼的忧啊 瞧着老爷带夫人好 她就眼热了 起了不该的念头 打量着她那点小心思 旁人瞧不出来呀 房妈妈早就说过了 凡是有事没事 往老少爷们身边凑的 都是存歪心思的 凡是上杆子 要做通房妾室的 都是贱货 红霄和秋娘来了没几天 明兰愕然发现 关心顾廷叶床上生活的人 着实不少 某日 赖妈妈兴奋地跑来 现是满口谄媚奉承 把明兰夸得跟朵花似的 直说的明兰耳朵发麻 才奔向主题 夫人年纪轻 怕是不知道 咱们这样的公轻之家 妻妾之间也要讲个规矩的 夫人瞧着什么时候有空 排个日程出来 叫老爷轮着去各房里歇息 以后家里就一切太平了 明兰半上无语 她头一回实打实地生了气 瞬间冰冷的目光直射过去 赖妈妈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黄惑地住了嘴 她看明兰面色不善 讨好地笑着 夫人别怪我多事 我也是为夫人着想 免得夫人落了个善度之名 明兰心中冷笑 真当她是什么都不懂吗 居然这么明晃晃地 欺负到她头上来了 妻妾轮值这一套 实质上防的是妾室 是怕男人被迷昏了头 做出宠妾灭妻的勾当来 简单地说 是为了约束男人 不要专宠某个小妾 才做新出来的约束性规矩 可事实上 这一套规矩 没多少大户人家真能贯彻 明兰好容易 才缓下冰冷的目光 败出淡淡的微笑 我确实不知道规矩 妈妈想是知道的 我必要问上几句了 第一 当年老侯爷的头卫夫人 可曾排过这日程 赖妈妈当即卡壳了 大情势在时 别说妾室通房 故老侯爷 连母苍蝇都没碰过 那白氏夫人 和如今的太夫人 可曾排过 赖妈妈 哽着喉咙 说不出话来 白氏就不用说了 就是以贤惠称注的 小情势 也没排过 明兰开始冷笑了 那我大嫂子和我弟妹房里 可曾排过这个 妈妈可去劝过 赖妈妈说不出话来 站在原地 走也不是 流也不是 脸上的表情 比哭还难看 明兰淡淡道 感情妈妈只关照我 一人来着 赖妈妈这才知道麻烦了 这位年轻的夫人 心思通透 言语厉害 比一般的主母 还难糊弄 她惶恐的要下跪 明兰一个眼神过去 小桃突发 大力阴找攻 生生把人给拦住了 明兰微笑的 十分温柔 妈妈金贵 我当不起 赖妈妈不禁额头冒冷汗 却也一时 说不出什么来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一百五十集 把人送出门后 单局气急了 夫人不能这么算了 他们太欺负人了 小桃赶紧出馊主意 咱们寻她个错处 狠狠地责罚她 最好能打一顿板子 让她不消停 明兰沉着面孔 紧紧攥着拳头 也不知在想什么 久久才道出嘀嘀一句 果然厉害 若我真狠狠发落了她 只怕正如了那头的意 她越要照出事 我越要一团和气 单局和小桃面面相去 不解其意 明兰抬头问道 赖妈妈来府里这段日子 可与人有过争执 或是吵架 怎么没有 那几个妈妈 都是仗着服侍过长辈的 个个鼻孔抬得比天还高 没事就爱属罗旁人几句 来显摆自己的身份呢 赖妈妈尤其可恨 又一一枚落着什么巧妆 总需那些有差事的麻烦 挤下了不少梁子 那就好 明兰淡淡道 隔日下午 明兰就提拔了后院的 王武媳妇 叫她占领了 临旁一处荒地的栽种差事 府中上下人等军事不解 这肥差 多少人抢破了头的想要 那王武媳妇 素来耿倦 不善钻营 怎么就轮到她了 其实这差事 明兰原是预备 留给翠薇丈夫的 谁知那何有昌 在前院待人学管事 刚学出些味道来 便自动辞了 明兰一时之间 心里没有合适人选 便拖到如今 那王武媳妇要来谢恩 翠薇竟来禀道 明兰摆了摆手 反问一句 你确定她是最适当的 我和翠妈妈冷眼瞧着 在那帮人里头 她算是最不错的 嘴巴利 性子直 但还算明白 也有几分机灵 我私下问了 她在府里人员不错 大多是为着打包不平 才和赖妈妈吵起来的 不过 我到底识人不久 也说不好 有什么其他的毛病 哪有十千十美的 不过是暂时借她一用罢了 她若做得好 那便把这差事真给她了 若不好 随时可以掳了 一旁的丹局 在门口细细张望了 转身过来 轻声道 夫人放心吧 昨夜咱们不是瞧了案卷吗 王务媳妇 虽自己没料理过土地 但她男人 却是在庄子里 做过农活的 旁的几个 虽会农活 却爱搬弄是非 有些不知分寸 明兰点了点头 下定决心 道 翠薇 你叫她不用来先了 只与她说两句话 一是 好好办差 不要叫人拿住了把柄 我瞧着呢 二是 赖妈妈是侯府的老人了 脾气极好 为人又和善 叫她好好静着 其他的 什么都不要说 翠薇眼睛一亮 立刻点头出去 丹局也似有明白 只有在抗击上 拼着紧断布头的小桃呆呆的 这能瞅吗 若真是个机灵的 就该明白 近日之后 这件事 你们不要再提半句 看见赖妈妈 也要好生好气的 绝不可伴嘴 有什么消息 只来通报我就是了 两个女孩 一起郑重硬了 翠薇的眼光不错 王武媳妇果然是个明白人 她一边料理差事 一边和赖妈妈寻省吵架 两不耽误 分寸掐得很好 府里有些心明眼亮的 也渐渐瞧出门道来了 原先都让着避着赖妈妈的 如今都不忍着了 每每一有事端 便是一大群人上去挤兑赖妈妈 从她家男人喝酒赌钱 一直到讥讽她家大闺女 嫁了个脑满肠肥的老财主 云云笑料 不一而足 赖妈妈气得浑身乱颤 却又无可奈何 单嘴难敌众口 就算拉上个刁妈妈帮手 也是敌众我寡实力悬殊 豪桑哭豪 没有对方嗓门大 打起架来 更不过是个闹得并发散乱 粉油胡汉的丑态 况且赖妈妈到底年纪大了 长期的脸色发紫 一口气耿住了 手脚乱颤 这时 明兰就会大张旗鼓的去请大夫 好汤好药的慰问着 白花花的银子往里头 在语重心长的责备那几个 吵架仆妇几句 不轻不重的 发几个厉害的 以示控制冲突尺寸 等赖妈妈缓过劲来了 再循环一遍上述流程 带到明兰第三次去给太夫人请安时 太夫人忍不住问了一句 赖妈妈在你那可好啊 好呀 赖妈妈是您用过的人 那还能错得了 可我怎么听说 她常与人伴嘴啊 太夫人迟疑道 明兰微笑着 哪有这事 不过是赖妈妈管事严谨 对下头人严了些 难免斥责两句 若说有事 赖妈妈还真有些事 话头一转 明兰呼道 太夫人目色一闪 不动声色地问道 什么事 都是我没顾着赖妈妈的身子 想来 她到底是岁数大了 我去总麻烦她管着管那的 害她累病了 这都请了两回大夫了 一位是城南宣草堂的张世纪老大夫 一位是小郑夫人见来的李重大夫 他们都说 老人家不堪劳心劳力 还有些被气着了 哎 怎么这样呢 若她真有个好歹 我 我怎么对得住您呢 明兰一连声地低声致歉 太夫人神色一轻 疏忽一闪而过 倒是少夫人 看明兰十分自责 温言说了两句 姨妹别太往心里去了 这两位大夫我都知道 医术医德都是极好的 赖妈妈也算有福气的了 再说了 自来管家理事的 哪有不受气的 便是我 上有婆婆看顾着 下有弟妹轴里帮衬着 当初也受了不少下头人的气 太夫人容色慈爱笑道 你嫂子说得对 你别往心里去了 又好言好语 抚慰了明兰许多话 又试探道 若是赖妈妈实在不得用了 不如我再给你几个人 瞧您说的 明兰开朗了神色 故作生气地玩笑着 会有了这许多帮手了 熊姐他们又是急省心的 七位妈妈都帮扶了我 快两个月了 会就是再不济 难道还能理不顺那一亩三分田 再今儿天的向您求着求纳的 不知道的人 还到我娘家不会叫闺女呢 那我以后也没脸出去见人了 你这丫头 太夫人似乎被逗得很乐 指着明兰直笑 少夫人也眼秀清敏唇 朱氏笑得最开心 但她的眼睛却不断去瞟太夫人 一点没吵 宣大太太压低嗓门道 一个妇人打扮的年轻媳妇凑着道 不但没吵 屋里还阵阵笑声 很是融洽呢 宣大太太瞧了眼紧闭的门窗 长长出了一口气 赞道 哎呀 我这堂弟妹果然了得 大伯母是遇上对手了 要不是田妈妈偷着来抱我一句 我还真当他们什么事没有呢 那媳妇子似是适才跑得急了 拿帕子不断开着汗轻声道 成员那叫看的跟铁栅栏似的 轻易不好打听 亏得您觉得 赖妈妈请大夫有些古怪 托人去问了田妈妈 我这弟妹也太谨慎了 就算流出些言语又如何 宣大太太笑得眯起眼睛来 她这般周全作为 如今外头谁不夸她人心宽厚 善待老婆 我要是赖妈妈 索性撕破了脸 闹了出来 总好过这般瘦气 听说她也就赔过罪的 却叫叶尔夫人都堵了回来 你知道什么 里头的缘由哪是可以明说的 宣大太太瞪了她一眼 笑道 难不成赖妈妈来侯府喊烟 说叶尔夫人因她劝了几句 要妻妾轮值便恼了 然后挑唆下人给她气瘦 这话要是一说呀 赖妈妈几辈子的老脸 怎么完了 好姑娘教教我 这话是怎么说的 那媳妇子祈祷 宣大太太 愈发低了声音 你瞧瞧咱们府里 内屋是妻妾轮值的 像杨大嫂子跟守活寡似的 她倒是想排个日子 别的男人愿意亲近呀 她笑得厉害 忙捂着些声音 我婆婆 我婶婶 都这把年纪了 还有各房的老姨娘 和那些失了宠爱的 这日子该怎么排呀 赖妈妈这话要是说出去 是当真呢 还是不当真呢 要是当真 那些老的倒是乐了 府里却是一场大风波 原来如此 还是我家姑娘通通 那媳妇子很凑趣地 摆出一副受教的钦佩模样 顺带拍马两句 就算姑娘您排了日子 咱们姑爷也不肯去的 宣大太太眉开眼笑 十分受用 再说了 如今人家小两口 正是秘里调油的新婚 赖妈妈不但寻衅 若还出去乱嚷嚷 人家不会说 我那弟妹半句不妥 反倒会怪赖妈妈 柿子捡软的捏 和府的太太奶奶都不劝 只去劝一个新媳妇 儿子都还没生呢 就紧着给妾室挪日子 若真如此啊 我那大伯母就说不清了 人可是他给的 既然什么话都不说 就只能看着人家做戏 由他乐个好名声 那媳妇子跟着一起陪笑 这么说 赖妈妈便是完了 她若是聪明的 就赶紧一边缩着去 别出来现眼 先许这事啊 就淡过了 不然 弟妹不是说了吗 妈妈是大夫人给的 除非犯了什么大事 不然 只有静着的道理 那媳妇子连连点头 又是一顿马屁山响 宣大太太乐够了 才又难难道 大伯母这招是落空了 也不知弟妹 怎么治那两个小的 明兰的轴里 顾虑得很有先见 有些事情容不得明兰不去管 因为最近 城园里热闹得很 话说古代的小老婆 如果不受宠的话 其实也不大容易见到男人 从头一天请安起 明兰就明确的说明了 她自小跟随祖母礼佛 清静惯了 所以每次请安时 问完该问的 说完该说的 明兰就会端茶送客 所以他们通常等不到 顾亭夜下朝回府 而迄今为止 顾亭夜又没有任何去睡 他们的意思 明兰自然也不会脑壳摔坏 去帮忙拉皮条 他们既不能打手机过去 喂 哈尼啊 在你老婆身边待你了吧 到我床上来happy吧 也不能到单位门口去等 风情万种地抛个媚眼 甜心呀 给你个惊喜 如果容姐是个男孩 秋娘和红霄 还可以借着顾亭夜 考教儿子功课的机会 和男人碰个面 当然顾亭夜是否具备足够的墨水 另当别论 几天下来也没机会和男人见上面 于是这两个女子忧怨了 红霄多少还知趣 知道自己不受顾亭夜待见 便躲在屋里 整是想着怎么引容姐 多说两句话 而秋娘却耐不住了 颠颠跑去嘉喜居的路口等着 曾堵到顾亭夜两回 可惜两旁的小丝忒不识去 睁大了四肢无知的眼睛 一起灼灼地看着 这叫秋娘如何诉说情怀 来回几次下来 秋娘宛如望夫时一般的经典造型 叫不少人瞧见了 渐渐传出了风言风语 内院的女人们不过暗骂两句骚 再讥笑两句算完 可外院有几个嘴巴不干净的光棍 说话就难听了 什么想男人想坏了吧 快三十了吧 这三十如狼虎哟 老爷再不去销售一番 怕是要另寻法子了 没办法 娶不上媳妇的矿男 总是比较富于想象力的 外院这些流里流气的言语 传的人也并不算多 是已传到内院时 已是好些天后了 秋娘知道后 大哭了一场 几乎要寻死 单局赶紧去传报 明兰勃然大怒 当场吩咐查下去 找出几个乱说乱传的 狠狠发落了一番 发卖了两个 原就平日不规矩的 其余的 均是隔了两个月银米 再捆起来 打上二十板子 众人借明兰如此威势 都知道了厉害 就是在外院里 也不敢胡传 主子家事了 发完了仆役们 明兰立刻提了 秋娘来质问 秋娘自知丢了人 扑通就跪下了 苦苦求饶认错 明兰冷冷道 老爷在我面前 多少次夸你 说你厚道之理 善解人意 你来了这才多少日子 秋闹了这么一出 哪里学来的毛病 秋娘连连磕头 哭得泪水滂沱 我是一时迷了心窍 多年不见老爷了 记挂得厉害 你记挂不记挂 我管不着 明兰肃然打断他 直接倒 可你想过没有 如今老爷身居高位 多少人眼睁睁盯着 这些阿萨言语 但有一丁点 传出成员大门 岂不叫旁人笑话老爷 内宅不宿 居然游得一个通房 满腹撵着 去追赌男人 这该多饥渴呀 秋娘哭得贪乱在地上 明兰断然发话 你先不用来请安了 小桃 拿本心经给他 回去抄上一百遍 什么肉抄完了再来 看着秋娘 委委屈屈的背影 明兰气都不打一处来 她从来没有 替人瞒下过错的美德 所以当晚就把来龙去脉 告诉了顾廷叶 还叹气道 也是我之家不言 若在盛家 不论那宅如何了 谁敢传到外院去 主资的是非 也是别人能议论的 到如今 我才知道祖母 为何说我家太太李家 是把好手 哎 着实是不容易呀 以前她对王室 多少有些轻视 如今她自己当了家 才敬佩起王室的本事来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